一個離別的規矩的 就是我今年三部曲的第一首 為何會出一首情歌呢 因為一直以來有很多粉絲朋友都說 Jer出的也是一些蠍絲底膩的歌 有沒有一些情歌可以聽聽 講一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即是離別 因為我想近年大家面對最多的情緒就是離別 即是無論是親人去了外地移民 有很多朋友都會面對一些離別 我很想透過這首歌去和大家呼吸 一起呼吸 之後希望做這首歌出來是 大家有個救生出口 聽完會舒服點 有些情感可以抒發 同一隻甲蟲有一些對手氣 我自己覺得是挺有趣的 因為從來都沒有試過把甲蟲 放在手上爬 原來它的爪在手上的感覺是 會紅紅的 之後都會痛的 但是 至今都挺可愛的 這隻甲蟲是很合作 然後之後 但是最害怕的是女主角 它要被甲蟲爬上臉上 然後還要 我在旁邊看見 其實我都替它有少少害怕的 即是差點爬進去 耳朵洞 口 還有差點飛走 即是很狼狽 幸好我不用 有個剃 真的有女主角幫我頂了它 其實近年 自己在戲劇方面都嘗試多了 但是其實我都覺得這次的MV 都挺大挑戰的 即是由開心的片段 去到一些傷心的片段 都很快 即是你拍完開心之後 我突然下一場就傷心 吵架 這樣 都難的 盡量給自己集中多些 都沒有的 代入角色這樣 這個MV裡面 其實就需要 我有少少哭的場口 那一場是很難做的 即是由 其實我自己聽首歌的時候 看一些歌詞都覺得 嘩 嘩 怎麼會寫到這樣的 然後我自己都覺得很感動的 然後我也特意叫他 做過一場之前 玩一玩 讓我自己集中精神去演那一場 即是那一場就是 鬧完膠之後走了 所以 因為這首歌 令到自己的情緒都很代入 那一刻就難平復一點 但是現在時候都OK的